与月的母亲 不是聊风君吗 我可以边玩边跟你聊啊 风金这个教练挺有意思的 兄弟们 要不跟你说一下 有人知道之前风君是哪个队吗 可以玩渔机吗 顺着玩吧 为啥不带进化 我总觉得我带闪现好像操作的好一点 完了 我应该带进化的 你说的对 对 它原来W1的 所以你看它会不会有点眼熟 因为我们跟W1打过 你学的几呀 透露一下 你学的几呀 学的1 好好好 那1丢完了还要点 你怎么想的 他要抢2 感觉他还是懂的呀 他刚才疯狂补兵剑点那个兵 他还是伤害敌不过我 我们再刷个野 我边点边吃药包 好吧 多他一发普攻 来拉扯一下 他没丢一技能打我一套 他还好还是在痛呢 我进宫了 你能不能早点来 我想活下去 说实话 好 奶的好啊 奶的好 奶的好 不用测吧 打野在下路呀 完了 好好好 他这个闪现夹 我是没想到的 我的我的 继续 风君 我听的 我听的 我没有具体跟他考证过 因为是我听经理 还有GG跟我讲的 等一下 我先把这波线对完 都在旁边 可以可以 这司马懿还是很强的呀 他没有闪的 他死了 他应该没有二了 这压得很深 但是这个人卡着我在 没办法呀 别 你活下去 哎呀 180 没了 把一技能骗出来 你一都没有了 还跟我对点 你真是胆子大呀 你 他一都被骗出来 还跟我对点 太狠了吧 他 你就是上去骗他一 你把一骗了 他有个真空机 你就好打呀 好吧 这波带闪现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真的 我玩带闪现 我比较喜欢带闪现 如果不是碰到工本 原方这一种 我是不会带进化的 我之前带进化 我感觉打得很憋屈啊 带闪现就各种 能找机会单杀 带进化 感觉玩不溜 两个人在上路 稳着吧 小拉扯 我这个二技能丢的有点憨 他一技能消失的 就可以跟他打了 然后那个药可能站在旁边 我们砸二技能过去 把他轰个蛋 哇 这个司马懿是挺会玩的 他这个节奏挺好的 我想上路继续压 他说点撤退 看一下这个药在哪 药没动静 他让我继续推 那我推了 站位要犀利一点 好 这红buff 他应该下去打蓝了吧 他这个时间点 信来了 这边给了个大招 不管了 压中去吧 这上路两个人就不要想推了呀 轰他两下 搞个消耗 潮里面估计在一晚 对吧 OK 他又回来了 他回来送了 好 轰个蛋 稍微帮他挡一下 我对你真好 司马懿 下路下路下路 下路还有线 来两口 来两口 把线都清了 打个主宰吧 陪他去打一下 我们就不要在塔前浪了 没必要 那个光信 光信加上他们那些手长的 肯定是不好推的 帮忙做事情拿钱 你这种 就是这种团是没有意义的 他不可能推掉 不是 我没想到这个注量这么浪 我找他去推的 他一技能丢到这个塔上面 他也死了 对不对 你看他一技能丢到塔上面 你闪一下他直接拼就完了 他没一技能 他怎么可能点得过我 他没一技能 他把我点赢了 那双样箱就可以删了 好吧 双样箱被砍了一刀 但是还是能玩的 就你这个自信要有 就对面他什么技能强 没了的话 你该拼 该拼就拼了 什么阿里交了二 鱼姬交了二 那都是机会点 所以带闪现 你很容易找机会 你带进化 你肯定这一步就 就打得没有这么流畅了 好像砸到他了 伤害不够 没出暴机 能不能搞个懒我 搞个懒我 帅哥 应该会给我吧 你是真的无情 亏我还帮你挡过 祝国量的大 他是红蓝四BUFF 全都要啊 这个人 快刷快刷 这波我是不会去丢大的 好吧 我按普通攻击 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去按大招 我一般最后一刻我不太喜欢用大 我觉得用大不能吸血 不能暴击 就差点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看的呀 那种情况很多人会先丢大 但我总感觉 我普通攻击暴击了 伤害跟那个 伤害跟那个大招差不多呀 然后还能大吸一口感觉对拼的话 我普通暴击的话伤害跟大招差不多 然后还能大吸一口感觉对拼的话 应该是普通靠谱一点吧 那施马懿可以了 施马懿砍了一刀 然后它还是玩的风生水洗着人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转发 干啥